風勢非常強烈 橋面上貨車搖搖晃晃 小照車也不敵瞬間大風 在橋面上翻了好幾圈 日本關西地區八月底 才剛有一個輕度颱風 吸馬龍侵襲 兩星期後又有燕子來 根據日本氣象廳 是25年來侵襲日本 最強烈的颱風 目前造成關西地區 145萬6千戶停電 交通也明顯受到影響 包括國內外航班 已經取消600架次航班起降 關西機場因為跑道淹水 還有多個建築物泡在水裡 持續關閉中影響眾多旅客 連接關西機場的連外橋樑 被貨運船之撞擊嚴重損毀 著名遊樂園環球影城也被迫關閉 園區裡空無一人 中台燕子在四國德島縣登陸 幾小時之後 再次在本州賓戶縣二度登陸 最強風速來到每小時215公里 瞬間最大陣風更來到15級 首相安倍晉三呼籲民眾 及早撤離 日本西部已經有多達30萬人 在建議撤離範圍內 其中90以上都在神戶市 當地政府已經準備了 1500間收容中心 大愛新聞揚情編譯 使用手遊 協定 無俗